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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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近日,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库伦奇红奇小学内的阳光跑道正式修建完毕并投入使用 最所有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奔跑阳光家,青少年成长助力计划所资助的学校 终于告别了水泥操场和跑道的历史 拥有了崭新的草坪与柔软的塑胶跑道 为孩子们健身锻炼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据悉,除了红旗小学之外 其他六所学校的阳光跑道也将在近期陆续投入使用 队长奔跑和大黑牛李晨代表兄弟团专程赶到北京市郊的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为孩子们送去了崭新的跑星 2015阳光跑道公益践行计划就在北京司马台长城举行了首跑仪式 兄弟团的七位成员带领了50名公益代表在长城上吹汗奔跑 一起为公益大声呼吁 从第二集奔跑把兄弟发起的阳光跑道计划 到奔跑阳光加青少年成长计划 这将卫视始终将修建阳光跑道作为公益项目的重点工作 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家护航 在荧幕上传播快乐暖心正能量的同时 本跑把兄弟一直坚持阳光公益 汇流成海 凝聚全体family的力量 为孩子们带去切实的关怀与帮助 本跑把兄弟 本跑把兄弟 一路易 羊羊共益 一路易 羊羊共益 本跑把兄弟 本跑把兄弟 不锁低得起这颈 南第四集开跑在即 宗教卫视也将继续联合微博及中国扶贫基金会 发起全新的全民公益跑助力计划 除了号召全体family在跑男团和孩子们的带领下 远离电子设备,回归自然尽情奔跑之外 节目组还将为全国各贫困地区的学校继续捐赠跑鞋、书籍等物品 并建设全新的阳光体育乐园 让孩子们都能拥有篮球架、羽毛球架等运动设备 强精神、健体魄,在奥运之年一起奔跑起来 奔跑外公地第四季将于4月15日起 每周五晚21点10分,这将卫视热力开跑